请观赏复培梅时间 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的明厨明菜 我请到了曾高顺师傅 曾高顺师傅呢 他是擅长做素菜的一位明师 今天呢 他要给我们示范的 也是属于素菜 那么现在呢 就请这个曾高顺 曾师傅来给大家来 开始做这一道 他的拿手的一道菜 名字呢很好听 叫做蓬莱仙岛 蓬莱仙岛 曾师傅 这个蓬莱仙岛 通常是形容我们台湾 非常的富有 您的这个菜的菜名 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在内呢 因为我取这个素菜的 最重要就是把它取得 我们素食很丰富的意思 很丰富的意思 是蓬莱仙岛 好 那么就请您开始 把这个蓬莱仙岛示范给我们看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要做的是素菜的蓬莱仙岛 这个蓬莱仙岛 这个材料有素食的火腿 素食的火腿 这个马蹄 这个我们也叫做地鲤 再来就是香菇 芹菜 好 那现在要切的材料就开始切好吧 在这些材料中 我们的做法就是把香菇 把它切为小细丁 你这个香菇已经加工过了 这个香菇我们都要把它泡过 泡过然后要把它水分挤干 挤干之后然后要用热油把它炸 这样才会香 这是已经是炸过的了 是是 我一看这个亮亮的 而且有一点这种干爽的感觉 先把它泡 泡软了以后呢挤干 挤干了以后给它炸 再炸过 炸过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都切成细丁 那么这个是熟的咯 炸过的香菇 对炸过 那一定会很好吃 芹菜 都把它切成为细丁 芹菜有了我们这个比较粗梗的话 我们就把它打打一打 是 皮开来 让它变得细一点 然后切细一点 好 我们切好了 切好了都放在这里一起好不好 好 我们将这个切好的这些料 然后我们就把它拌均 拌 要拌 把它拌均衡 是 比起香菇和芹菜 把它拌均匀了 在我们这个马蹄 在市场上如果不容易买到的话 我们还可以买那个鱼头 碗头的 用冰榔的鱼头 是 把它切成这个细丁 然后鱼头就要事先把它炸过 炸过了 对对 拌均匀后 因为这个火腿 它本身有咸度 是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素火腿 素食的火腿 素食的火腿 这个也是把它切为细丁 谢谢小丁 这个火腿在切的时候 因为它有嫩性 所以比较不好切 我们要稍微把它 用力的这样 用力的拉切一下 这种这个素食的火腿 就是到卖素食材料的店里 素食材料 现在素食超市很多 都有卖这种 对 现在大的这个超商 都有这个卖素食的一个部分 然后拌均匀以后 因为它火腿它本身就有一点咸 所以我们调味的时候 我们不要再加这个盐 我们光加味素跟糖 这个味素少许 这里是糖 糖少许 因为这个素食火腿本身是个咸的 它本身就有咸 所以不要再加盐巴了 这些材料切好以后 我们就用这个豆皮 就是豆腐衣 豆腐衣 豆腐衣它有这个半圆形的豆腐衣 跟这个四方形的豆腐衣 对 一般的市场里呢 都是这种半圆形的豆腐衣 这个在我们炸的 这半圆形的豆腐衣 在炸起来比较香 是 我们这个豆腐衣整张 我们把它切成一半 一切二 一切为二 好 然后就紫菜一张 我们就把它打一些面糊 这个是面粉加水 面粉加水 就是面粉跟水一样的比例 面粉跟水 面粉半杯水半杯这样子 调成一个糊 用这个糊呢 要涂在这个豆腐衣上 就把它这个涂一涂 现在在台湾吃素的人 非常的多 所以每个超商都有 大的超级市场都有一个部门 专门在卖这个素食材料 也就是做素菜的一些材料的部分 各种各样用面筋 或者是黄豆做出来的材料 都很齐全 好 现在我们就这个豆皮跟紫菜 把它扶住 因为它这个豆皮 它我们半圆形把它切了 而比紫菜长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豆的 把它折进来 好 再这个把它折进来 然后再先把这个 再给它刷上一点 刷上一些面糊 在这个中间 边上都要 这样线才能够连住 不会掉下去 不会掉出来 好 再来我们包的时候 就把刚才我们切的这个料 把它再打均一下 就把它 这个一张紫菜 我们把它铺在半边 一张紫菜的半边 就放这个材料 刚才切小的这些材料 好 它这个材料不要铺的太多 不要太多 好 因为在太多的时候 我们在食用的时候 这个线会跑出来 这个铺好以后 我们就把它 把另外的半张 给它对过来 然后把它压紧 用力压 把它压紧 这样就我们半成品做好了 然后再来 我们就是要用炸的 所以这个油的温度 很重要 你现在能讲是几分热 差不多在150度左右 150度 七八成热 七分热 八分热不到这样子 那么 在我们在家里的话 因为我们不知道 看这个油的温度 温度都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稍微这样 把它滴下去 看它的起 有没有起响身 你现在有没有起响身 有了 这样我们大概就开始可以炸了 就这样炸好了 好 现在就开始要下锅了 下锅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 浮上面浮 把这个面粉浮 给它前后都沾满 这个面糊 我们在浮的时候 不要浮得太厚 不要浮得太厚 太多的就要给它 用手之后给它刮掉 把它刮平均 刮平均了 这个边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它沾到 或者这个炸的比较容易酥 会会焦掉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下去 好 那筷子 这个豆腐衣 沾上这个面粉糊 这个面粉糊的浓度很重要 不要太厚 太厚了 完全变成吃这个面糊了 所以这个浓度要适中 然后沾得太多的时候 要用手之后把它刮掉 也就是说 沾满了 但是沾得这个薄薄的一层 然后这个再炸了 我们就用材料 我们还要用吐司来把它夹着 因为这个吐司的一个作用就是 在炸起来它有油腻 因为我们用吐司的时候 能够把它 把它油吸住 所以比较不会油腻 这个吐司我们一条 在市面上都能够买到 一条然后我们把它切成 这个对半 这个在我们家里 不容易切 有拿到这个切吐司的这个刀子 我们吐司是先 要先把它冷冻 冰一下 冷冻之后 要硬的方法好切 然后切成一半 将这个边全部把它修掉 边这个把它修掉之后 再差不多一公分 一公分宽 切成两片 从这个面包店里头 买回来的面包 要给它放在这个冷冻库里头 给它冷冻 冻得硬一点 大概我们就是切成这样 就是切的一片不要断 变成所谓的荷叶片 活叶 现在好了 再把它用蒸笼 稍微蒸一下 好 来 这边炸好了 好 这个红奶鲜刀做好之后 我们一块把它切为四块 先从中间把它切开 切为四块 这样我们蒸好的吐司 好 蒸的好了 来 拿出来 这个吐司 今天这个蒸师傅切的这个样子 有点像挂包 大小或者是说它的形状 都有一点像台湾的夹肉吃的 那个挂包一样大 那么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把它夹住 好 然后把它 这个 看起来 也有点像挂包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湖南馆子里面 有这个烤树芳 也是 或者是说这个 富贵火腿啊什么 也是用这种面包夹来夹 好 这里也好了 来 你这个一盘里头要 一盘差不多有三片 三片 三片就是十二块 十二块 正好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要十二片 好 因为今天呢 曾师傅是用大盘子 在这里摆盘 一块都把它切成四块 然后把它夹上吐司 好 顺着这个我们 夹好了上桌的 好 这个蓬莱仙岛 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 然后呢 看这个 曾师傅在这里做的 这些材料啊 这样子用的这个材料 也都是非常的好吃啊 尤其是用这个豆腐皮包了以后呢 再给它炸的酥酥的 同时中间还有一层这个紫菜在里面 这个还有一些鲜味啊 就是紫菜的这个鲜味 也在也会吃得出来 非常的好 那么我想这个这个切口的地方呢 能够让大家看得到才好 这样子 这就是蔬菜里面的一个蓬莱仙岛 曾师傅 谢谢你今天做的这么好吃的 这个蓬莱仙岛 谢谢 请你下个礼拜再来教我们一道 不同的这个蔬菜 好吧 好 谢谢 好 我现在呢要给您介绍的是 用串子串好了以后炸的蔬菜 那么所谓的名字呢 给它起的叫做四酥 串炸四酥 这个用串来炸的东西呢 吃起来很方便 尤其是作为自助餐的时候 那么今天呢 完全是用树菜来炸 也有的炸虾啦 牛肉啦 或者是说什么蚝啦 但是呢今天不是 天气开始冷了 那么这个吃树的人呢 当然一般的是吃得比较清淡 可是呢这个蔬菜呢 可以用这个炸的方式 它也是属于树的 那么今天呢 我就在市场里头找了一些 这个常常有的 当然也不是属于说 一定是这个季节的 那么现在我们台湾的 这种新鲜的香菇很多 那么这个香菇呢 买回来以后 把它洗干净了 就一切二 大一点的 买厚一点的 这样子一切二 然后呢茄子 茄子炸了以后呢 很好吃 很多人不知道啊 那么通常中国人吃素菜 都是出了凉拌的东西以外呢 就是拿来这个红烧 或者是给它焉 这就是什么石锦料 也都是做成这个 如汉灾式的啊 那么实际上呢 在日本他们这个吃素的人 经常的呢把这个素菜拿来 用了这个面粉糊以后 炸起来吃 炸起来吃 今天我们这种用串 串了以后炸的这个外扁 外扁的糊呢 不完全是面粉糊 还要给它沾上这个面包粉 所以呢这种的呢 不能算是纯日本式的甜不辣 不是 那么这个呢是卤笋 这个卤笋呢 把这个筋呢 给它撕掉了之后 尽量的给它多剥掉一点 然后呢给它斜的 从这个头上呢 就切斜段 切斜段 这些东西啊 就用这个猪签 现在台湾这个猪签呢 很多超级市场里有的卖 这个东西呢 叫做黄秋葵 在市场里头 这个卖菜的也很多 是属于这种 像看起来像青辣椒 小青辣椒一样子 但是它并不辣 里面有很多的纸 而且是滑滑的黏黏的 吃这罐的话很好吃 里面呢有一些洞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买一个嫩的这个莲藕来切 这个呢是玉米笋 小玉米笋 我们叫它是珍珠笋 那么这个是新鲜的 这几样东西呢 你都可以拿来用 好了 还有炒菇也可以啊 也可以 那么把这几样材料呢 给它尽量的用这个竹签呢 像间隔的给它穿起来 所谓间隔的 好比说我们先串一串这个 先串一块这个香菇 那么上面呢 就再穿一下这个 这个是茄子 茄子完了以后呢 这是青菜花啊 好 那么最后呢 你再给它放一块这个玉米笋 小珍珠笋 这样子一串 穿四样喝的五样都无所谓 那么到底穿什么东西呢 这个次序也没有一定啊 材料也没有一定 对了 今天这里呢 还有一个一块这个番薯 这个番薯呢 先给它切成厚片 然后呢再给它对开 对开 这样子就好了 用芋头也可以 好 这个是黄秋葵 加上一块 那么再加上一块这个番薯 就是这样子四样 四样一串 这个珠签呢 在市场里头有卖 稍微长一点的 差不多有五寸长 那么短一点的呢 也有个三寸半四寸长 看你要买多长的 这是看穿的东西的多少 那么一般呢 做烤这个鸡串啦什么的 也是都是穿 给它穿了以后 去烤 好 现在呢 把油烧热 这个呢 先给它 沾上这个面粉糊 然后呢 再给它 沾上这个 面包粉 好 这里是炒菇 好 那么关于这个 面粉糊呢 是用蛋 蛋里面呢 加水 好 这里是两个蛋 我们放到大碗里头来打 两个蛋 打散 当然也看你做的多少来决定啊 好了 然后呢 再加水 水呢 是它的三倍 然后再加面粉 就这样子调一个糊起来 这个呢 跟这个做日本的这个天布拉的这个炸东西的这个糊呢 很接近 就是 这个 分量 然后呢 就 在一个盘子里头呢 准备一些面包粉 好 这个面粉呢 还要再多一点 太稀 但是呢 也不能太干 也不能太干 好 这个面粉糊调好了之后呢 要稍微休息一下 也就是让它 呃 醒一醒 醒一醒呢 这个面疙瘩就会 呃 没有了啊 那么就用这个面粉糊先沾在这个 蔬菜的上面 那么另外呢 就准备这个面包粉 这里是面包粉 面包粉呢 蘸的并不多 所以呢 只是用沙的上头 的方式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了 油够热了 但是呢 这个不是很热 这个也是七分热的油就好啊 七分热 先沾一下这个 糊 再给它沾少许的这个面包粉 这个面包粉呢 就是轻轻的 有一层就好 那么就下锅来炸 就这样子 那么这个蔬菜呢 要慢火 炸的时间稍微 呃 久一点 这个每个地方要粘到 不粘到的话呢 这个面包粉呢 就上不去啊 那么吃起来呢 就不酥 你可以用这个姜油加醋啊 给它弄的一点这个 带一点酸味的 也很好吃 那么也可以 蘸这个 吃西餐的辣姜油啊 或者吃猪排的 吃牛排的A1 sauce 也都很好 如果喜欢吃甜酸的 你自己做个糖醋的汁 喝得加一点 枫梨汁 柠檬汁在里面 做一个甜酸的味道的 这个汁呢 也是很不错的 这个掉了一个 好 这个面包粉呢 就是这样轻轻的 撒在上头就好 这个不是用面包粉炸的 这种吸炸的方式啊 好 那么看看 要做几串 这个 虽然是蔬菜 能够增加热量 用这个油来炸的东西 一串一串的 通常呢 炸的时间呢 要稍微久一点 火不要太大 这样子炸透了 每一样东西呢 都炸透了 然后呢 又外层的酥酥的 那么各种蔬菜的 这个味道呢 又不一样啊 又不一样 好了 今天呢 我就炸这些就够了 那么不是吃素的 你还想 这个 可以用荤的 主要呢 都是海鲜的 一块鱼啦 一条虾啦 或者是一个仙背啦 一个这个 青鹅啦 都可以拿来炸 炸成串串的 那么日本呢 曾经 他们常常在这个 开着这小店 就是叫做串 串炸的这个东西 专门卖这一样 串炸的 它是一样一样的 一个串里头 一样的材料 先给你炸一个番薯 再给你炸一个青菜花 再给你炸一串 这个白果 再给你炸一串什么 这种炸的东西呢 可以拿着 当做一个 这个专门店来做 同样的东西 他们也有烤的 用串 串了好了以后呢 在炭火上来烤 那种串烤的东西 多半都是肉类 鸡肉啦 牛肉啦 甚至于是干类 那么 这种炸的东西呢 蔬菜占的相当的多 所以今天的这个 给您介绍的 都是串炸的 这个蔬菜类 我说过上一次 上个礼拜也讲 这个12月份 给您介绍的这个菜 尤其是我的这个部分 多半都是 几乎全部都可以当做 蜘蛛餐的菜来用 那么你可以在 圣诞节晚会 或者平常在家里 请朋友来吃饭的时候呢 为了避免这个 临时炒菜麻烦 都可以做成这些 一个一个 或者是一卷一卷 或者是一串一串的 这样子到时候呢 吃起来 吃的人就很方便 做的人呢 也可以早先准备好了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都炸好了 那么另外呢 要用一个小碟子 敷上两种不同的汁 我刚才说的这个 用萝卜磨的汁 日本人认为是 最去油的 能够爽口的 我记得以前呢 介绍过它的做法 通常就是把这个 白萝卜呢 磨成汁 然后呢 用这个姜油糖 跟酒烧开的 一个这个菜鱼汤 来给它调稀 那么这样子吃的话呢 就会解油 能够吃很多 这是日本人 做天不辣的时候 一定会敷的一种汁 那么我们把它变成 炒味中国式一点的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可以做一个甜甜酸酸的 或者是 做一个这个 西方口味的 用辣酱油 加上番茄酱 给它这个煮 煮在一起的一个汁 到时现在呢 有现成的 在市场里头 你可以买得到 一瓶一瓶的 有的是什么猪排酱啦 什么牛排酱啦 都时宜拿来 蘸这个串炸的 这种炸的东西来吃的 那么所需要注意的 刚才也许你没有看清楚 就是串的时候 像这个会裂的东西 要在最后顶头 像我这个为什么 把这个番薯放在最上面 像番薯啦 这种笋子啦 这种东西 它这个牵下去的时候呢 会壁垂 会裂开 裂开 所以呢 不太容易让它到下面来 因此呢 你穿好了其他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软性的东西 都可以先穿 穿上去之后 最后才穿这个 比较硬的 芋头啦 这个番薯之类的 因为它比较会裂开 而且会硬 你没有办法让它到下面去 所以顶头上的这个呢 多半都是属于这种东西了 这一点呢 如果晓得了 就比较容易做 好了 时间到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